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再延續話題 人人都說黃心穎是甚麼 他自己也只是一般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去廣播 黃心穎最近很多訪問 真的是頻頻供出來 說自己是一個不值得被愛的人 究竟是真心還是偽善就擦流量 說得自己很差 為什麼黎媽會娶她 黎媽為什麼會喜歡她 他又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做老公 許智安馬國明我們就抽屎剝剪 這邊為什麼又莫山莫富 我們研究一下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雅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今天又要說黃心穎 對,又說 其實我也不想再說這件事那麼多 都是那些 但最慘又有他的新聞出現 迫著我也要說 早前也看到一個報道 黃心穎說自己是一位 不值得一個人去喜歡她 我看到這些題目頭痛了 如果他不值得一個人去喜歡她 為什麼會結婚呢 究竟這個報道是斷章取義 還是真心地覺得他不值得喜歡呢 所以我順便又要研究她老公黎媽 為什麼會喜歡她呢 或者雙夫雙成 她又為什麼會選黎媽呢 而且黃心穎說她不是特意爬頭 馬杜葛明結婚 其實她比她早去Pan 因為她說早在一年半前已經Pan了 但有時候我真的覺得很矛盾 其實你Pan其實心目中Pan 除非她說我Pan了我訂了一個酒席 不cancel一定要改日 我都還勉強明 但她又沒有說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正常如果 你的前度也是那段時間 你前度公佈了天下 年尾會搞婚禮 然後她隔了幾個月後才說 然後還要搶先過馬葛明結婚 難免那些人就會把這件事覺得 好像是有心要爬過去前度結婚 不過當然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這樣看 她本人怎麼說呢 今天我就要分享一下 她們怎麼解釋這件事 早前我看到有些報道 黃森明她老公黎媽 就說她們相識應該在2015、2016那段時間 應該是看完一個音樂會之後 就去到一個派對認識 當時她們大街基本都是網友 沒有什麼交流 直到2019年 黎媽在社交媒體看到黃森明發照 當時她回到香港 當時黎媽也只不過跟她說一聲加油 有可能就由這句話開始 之後我們因為領養一些狗隻事件 多一些交流 再加上那段時間是新冠期間 所以她們其實都沒有什麼事可以特別去做 一般只可以留在家裡 或者照顧一些草物 所以在一兩年裡面 即是在新冠期間 反而她們又多了機會相處 有時候一起放狗 大家共同生活 有可能這個情況 令到她開始了解黃森明是一個什麼人 黎媽說黃森明其實是一位很會照顧人的女生 又會煲湯給她喝 她覺得很窩心 同時也欣賞她的性格 即黎媽欣賞黃森明的性格 她覺得是一個很堅強的女生 也是很勤力 每樣東西都想做到最好 老實說她本身之前在大台也有做一下女一那些 在大台做得女一那些全部都是這些性格 勤力 堅強 你沒有那麼多意志力 真的很難去趴到暗上 會哄人也正常 不然在電視台上怎麼搞好人仔關係 黃森明好像說到最初她又未必一定很想接受她老公 因為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值得被人愛的人 再加上她那段時間可能比較保護自己 如果好像黃森明真的這麼說 應該走去做師姑出家 就沒有來走去結婚 為什麼呢 是有原因的 她有解釋的 最主要她說黎媽很多事情都支持她 例如她想養一隻狗 身邊很多人都說不好 黎媽又說沒有說不好 當然沒有說不好 她自己也有養狗 情況就是自己在吃煙 而另一半都是吃開煙的人 跟著問問我們吃煙是不是不是那麼好 對方另一半都在吃煙 怎麼會說吃煙不好 舉例 沒有人自己說對方不對 只不過他們兩人這麼巧 就有些共同嗜好 黎媽說那段相處 令她更加了解黃森明 和欣賞她 喜歡她 最主要是說疫情那段時間 但其實我想說一點點 這件事突然間令我想起 當年成龍有一段時間在美國 被驚人滴了去讀英文 那段時間她就認識了鄧麗君 因為那段時間這麼巧 鄧麗君都在外國那段時間 鄧麗君那段時間都覺得她好像很熟成龍 因為覺得好像很了解她 因為那段時間只有她們兩個相處 沒有其他的野民 為何突然說這件事呢 問題就是 那段時間 第一沒有任何工作 第二那段時間也是 安心事件發生了 所以黃森明其實是不能接觸外面的世界 其他人 那段時間只有她們兩個 有可能這些情況她們兩個就OK了 但有些人 好像成龍那時 兩個人那時就OK了 一回到自己的娛樂圈 一個花花世界 那些性格原來不是這樣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我想說 其實她老公也未必一定很清楚 黃森明全面的性格 你要在任何情況 都見過她在任何一面 才可以了解個人 有人偷招萬一 黃森明可以進入娛樂圈 有些東西起伏 又很忙 到時她又未必是這個性格 不過當然我覺得這件事也不容易 有些人就拿黃森明 不是 以前 阿嬌阿陳冠希 都發生過那些大大問題的事件 梁詠琦有一段時間 又說搶了鄭衣健過來 後來她的事業都繼續OK 那時跟現在真的有點不同 始終那段時間 很多事情都是一個姊妹告訴我們 還有陳冠希 叫那件事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受害者 當然你說陳冠希 很花心的那些 那些是私人事 但黃森明這一單 是搶了老公 而且那天是天后的 而他自己又有個是帝的男朋友 整個過程都拍下來 那程度真的差很遠 而且現在的網絡這麼開通 那些人每天都這樣說 即是你找一天 那些人突然覺得不再說了 原來有其他事情更欣賞你 那或者都可以的 但我暫時不太覺得 有什麼事情突然會令人更欣賞他 當然黎曼有可能 喝了黃森明的煲湯 已經搭了糖 當然女人式煲湯也是一個優點來的 有人當日去治安 也不知道是否黃森明煲湯給他 所以就這樣了 Semi沒有煲湯 黃森明有煲湯 就這樣了 即是外情美好的薩娜 只是看到那些優點 缺點那些 就可以全部都忘記了 但到分手的薩娜 通常那些人就會把缺點拿出來說 當然暫時我看他們都好像很甜蜜 黃森明的話最主要就是 剛才也說了黎曼 每一件事都支持他 養狗他也支持 當然了 黎曼也要養狗 黃森明說想讀音樂 黎曼也支持他 當然黎曼自己玩音樂 你怎會不支持 你明白嗎 其實只不過他們有些共同嗜好 黃森明說我想去學跳舞 或者說我既然沒有路走 不如索性豁出去拍三級片 又未必黎曼一定會支持他 因為不同程度的東西 有機會會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跳舞 會不會跟其他男生 有很多辣身的接觸 可以這樣想 因為有些藝人試過 另一半在現場拍戲的時候 跟另一個男人有些kiss鏡頭 接受不到之後 屈來屈來之後就分手 只能說剛剛這兩件事 其實他們兩人都喜歡 所以不難保他一招 黃森明真的有機會出來拍戲 黎曼也未必一定會喜歡 當然這件事我猜 但是所有的東西 我所說的東西 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還有有些東西支持 是有限期的 愛情最甜蜜的是 基本上什麼都支持 過了這個period 當然有些人說 黃森明選擇她老公 最主要原因就是 有人想唱歌 而她老公又會做歌 這件事最好 所以有些人說 其實這段感情 都不是純喜歡這麼簡單 都是有些東西 換回來才會是這樣的 不過老實說 我看網上很多評論 都不是很支持黃森明出來的 就算你出來唱歌 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那些人就是覺得她 不停為了宣傳她自己的東西 就做很多小動作 有時就反著讀過阿秀 又要在馬國明差不多結婚那段時間出歌 老實說 就算我當你真的 預早計劃了那段時間 十月要結婚的 沒有得改的 那些酒席一定是那段時間 我當是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你出歌的時間 其實你是可以被記 即是你見媒體訪問 許智安安仔 他一提到黃森明 他都完全不提了 那麼馬國明呢 都是記者問到他 他才是 勉為其難 要回答一下黃森明的事情 例如黃森明結婚 你怎麼看呢 我就祝他幸福 其實馬明也是很被動的 但是黃森明就不是的 不停很主動 無端端又說回 其實之前也有跟Sammy 道歉過的 不過對方沒有回覆 既然沒有回覆 其實提來也無謂 搞到有些人 真的覺得他走出來 只不過是偽善 只不過想拿一些話題 吸引大眾 然後有人再宣傳他新歌 始終最後都好像是有些利益計算 每一句說話 今天說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為何現在才道歉 為何現在才說呢 全部都是有事跟下去 才這樣做 當然平時宣傳新歌 都是要找些事情出來說一下 但老實說 例如安仔那些 他都不會提回黃森明的事件 今天要努力做人 以此之事不能做錯 至於都是這樣說 其實黃森明最好 以後所有的訪問 不提許智安 不提馬國明 不提鄭秀文 一點都不要提 我們都不會拿去這些舊事 有重溫的 因為有時候說到我都會厭 還有我看到有些 不知是否是歌迷靈影迷 不知是否 簡直說 當年 他做了這些事之後 他就一個人就去了美國 避免風頭 當他真的有跟Sammy說過 但觀眾的影迷 當時就沒有跟他們說任何交代 其實當年都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今年隔了那麼多年 其實真的無謂再提回 搞到現在 事情已經過去了 還好像在一個傷口上 不停撕個傷口 又要令人再提回這些事情 還有剛才我說了那麼多 例如他丈夫說 這樣喜歡他 因為這樣了解之下 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 不過我老婆最初叫我 不要再趕他們 我老婆還說 她老公喜歡他 其實很簡單 冤豬頭也有文秘培殺 何況王生榮本身有些知識 她老公純粹是貪美 喜歡有什麼奇怪 我老婆還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 很多女人都會熬湯 所以我老婆想說一句 她不是很信 純粹因為熬湯而喜歡她 我老婆說 一定是熬湯加美式 才喜歡的 我老婆很簡單地想解釋 她老公喜歡 純粹就是美麗 膚淺 其他那些只是bonus 來的 那不是的 我又覺得黎曼露 很無懼 不是每個人 就是老婆 以往有這樣的背景 你試一下 豪門 她能不能進去 一定不能進去 有這樣的背景 很多人都很忌諱 都是那句 她的幸好 黎曼和黃森榮 沒有影響她的隊伍 萬一有什麼影響她的隊伍 到時候 你的隊友都會生氣 說了這麼久 看看網民有什麼留言 我看有些留言 很多人like 其實大致上都是那個意思 前任結婚 你現在走出來做訪問 貪明真的做得很好 那些貪明 有個網民說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做錯 真心覺得的話 也不用等幾年才說 這位網民說 不要以為哭 就覺得 那些人覺得你是受害者才行 網民還說 你現在說得好像自己抑鬱 想死 記不記得當年 出事之後 出國 然後幾個月回來 好像沒有事發生 然後還在IGI post 外國的美照 不知道笑得多開心 這個應該是黃森榮的粉絲 這麼留意她 這個網民還說 不要以為刪了一些照片 那些人就不記得你做過這些事情 真心改 不是隨口說 其實也是很簡單 你這些貪明 那些人一定覺得你是出來抽水的 其實是隔一段長一點 才做一些訪問 或者那段時間 不是因為 出著歌 而說回以前的 那些人會覺得你是真誠一點 因為訪問呢 黃森榮說 現在自己都大膽了 那就一定會被網民說大膽這兩隻字 因為她之前做的事情更大膽了 所以現在怎樣相比呢 也不覺得現在的事情是大膽的 所以有時候說話也很重要 有可能就是 寫一篇東西清楚 研究會一隻字會出錯 大膽這張字 不可以再這樣形容自己 黃森榮 不過有時候也不能說她 她出來做訪問 那些媒體又很樂意地做訪問 接著有很多人看 接著我們又說 我們不說 以後我們更失望 她無非都是想我們說說 我看到這個留言也有很多人like 其實就是說幾句 人誰無過 叫她加油的人 她說全部都去吃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說她在黃森榮之前 沒有公開道歉 沒有道歉 她根本就是當時她就不認自己有錯的 所以之前那些人叫她加油那些 就是贊成她 不去道歉呢 其實真的 這件事都已經花了五年了 無端端搞到我們說娛樂 都說了五年 都還在說這件事 好像沒有其他新東西說的 又說香港人很慘 其實最主要就是當事人有提 至於所有當事人不提 我保證 未來的五年 所有當事人都不提的話 這件事真的會淡忘的 所以很衷心 希望黃森榮下次再出歌 真是舊事也不須記 好了 今天的圈新聞先說到這裏 以後再分享其他的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